大家好 欢迎来到有图有真相的 左容写真馆 先说哦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或许会出现 您的阿公阿嬷 甚至阿祖也有可能哦 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 日本时代的结婚礼服 您知道吗 台湾历史上最早的婚纱 可不是白色的哦 在台湾1895年 进入日本时代之后 分成六个阶段 慢慢有所改变 在日本时代前期 传统的台湾结婚礼服 新郎是九品官服 新娘呢 则是凤冠侠批 这样的穿着 一直持续到1910年代为止 说到这个凤冠 这可不是用塑胶做的哦 金属制品的凤冠 每一顶 至少在两公斤以上 戴的时候 还要在额头上面紧紧缠绕上头巾 我个人就有试过 10分钟就可以让你头昏脑脏 或许要这样才能够让新娘比较不会反抗吧 影像中 左方是日志初期 16岁前后试婚年龄的新娘装扮 而右方呢 是陪嫁的卑女 戴上这么重的凤冠 要开心也实在是开心不起来 难怪新娘的脸都很臭 1912年 板桥林家 林维元的公子迎娶台中清水旺族 蔡连坊的千金 留下这一批珍贵记录的影像 在影像中是板桥林家的五落大错 正厅 新郎新娘正在跪拜天地 围观的人群呢 还是留着大清帝国的辫子 对 这个辫子要到1915年 才会全面的去废除 然后我们来看看当天新郎林祖寿 与新娘蔡娇霞的礼服 这就是大户人家的官服 以及凤冠霞丕 而在新人两边的四个小女童 是与新娘一起陪嫁过来的卑女 我看这四个卑女 可能比新娘还要不安吧 到了1910年之后 台湾的男士 勇敢地踏出第一步 逐渐地洋气了大清的官服 改穿西式礼服 影像中是台南长老教会的高债助医师 与新娘许四美的结婚照 新郎穿上正式礼服 Fork coat 长外衣 而桌上呢 他放的是Ball head 圆顶的硬礼帽 而新娘虽然还是穿着传统的开金衫 但是脚上已经悄悄地出现 文明开化的象征 高跟鞋 他们两人在1911年结婚一周年的时候 再拍了一张纪念照 高债助医师依然是长外衣 白手套 皮鞋 一副1910年代的台湾绅士装扮 但是 许四美女士在上下两截的丁杀 黑棍之外呢 头上已经出现了头纱 这种男士早于女士的礼服现代化现象 也出现在影像中远嫁到厦门的李春生孙女李如璧身上 改良式的开金长衫 脚踏着高跟鞋 头上戴着头纱 而新郎除了正式的长外衣礼服 圆顶礼帽之外 脚上的靴子是巴尔摩勒靴 十足上流人士的气派穿着 但是一般来说 还是以后来成为帝国议会贵族院议员的 徐炳先生与夫人叶野白女士 在1911年的结婚照最具代表性 新郎手持的绅士首帐 新娘手持的代表文明的洋伞 身穿喜气刺绣的丁杀鱼 兼具了新时代与传统两全其美 到了1920年代 男性礼服开始由长外衣转变成为燕尾服 而女性的礼服呢 却还在传统的台湾衫 与西式白纱之间挣扎 影像中是李春森的曾孙 李卫然先生与松山的望族 陈智慧女士在江山楼的婚礼 新郎手拿着高顶礼帽 脚上还套着上流社会 绅士专用的鞋罩 Sports 而新娘依然是穿着华丽的台湾衫 1920年 雾峰林家林列唐的公子林锤拱 与陈琼珍女士的婚礼 新郎虽然头戴白纱 但是两人都没有舍弃台湾衫的形式 但是呢 在同一个时期也有像 孤显荣的千金 孤金智女士一般 虽然夫婿 黄达夫先生全身标准的西式礼服 但是新娘完全舍弃投杀 纯粹以台湾衫拍摄结婚照 时间进入台湾现代化 开始成熟的1930年代 在这个阶段 西式的新娘婚纱终于横扫台湾成为主流 在此之前 并不是说台湾的新娘 觉得白纱不够美 不想穿 白纱礼服的问题是在于颜色 而不是在于形式 没错 由于白色会让人联想到不吉祥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要等到日本治理台湾将近40年 文明素质普遍提升之后 白纱礼服才会一举流行 大爆发的原因 其实一开始 台湾新娘连他们的头纱也不是白色的哦 影像中杨梅庄的这张结婚照 您仔细看 新娘头上的头纱显然不是白色 而是像画面当中的粉红色头纱 一开始西式的婚纱礼服虽然是西式剪裁 但是颜色是影像中的红色 后来慢慢演变成为像这样的粉红色礼服 我们也可以从影像中明显的发现 新娘身上的婚纱并不是白色 显然梦幻公主一般的白纱礼服 让台湾的女性或家庭能够接受的这条路 走得非常遥远并不容易 另外您有没有发现 新郎新娘给人的感觉都是彼此很不熟的样子 那是因为当时大多数的新人 都是用相亲或者是没人介绍来结婚的啦 本来他们就不熟 1937年台湾南北基督教长老会 有一场空前的世纪婚礼 这场婚礼新郎是李春生长老的真孙 毕业于德国工业大学的李超然先生 而新娘是我们前面提过的高债助医师的千金 留日的音乐家高慈美女士 婚礼在台北日本基督教会举行 众人是杜聪明医师与他的妻子林双水女士 我们随着镜头仔细从下方来看这套礼服 延长极地的白纱 细致合身的狮子礼服 白色纱子的手套 白色的百合花 显然台湾的婚礼已经摆脱了红色魔咒 婚礼在小花童的检讨之下 新人来到神坛前 后面还跟着捧着新娘投纱的 身穿水手服的小男生 在牧师上与二郎宣读誓词之后 双方交换戒指 影像中身穿和服的是 出生于雾峰林家的林双水女士 她在正式场合 几乎都是以和服的姿态现身 没错 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多元的时代 问题在于你个人的嗜好 与你是什么种族无关 晚上的婚宴选择在大稻城的江三楼九楼举行 显然新娘已经换上了晚宴服 而众人之一的林双水女士 还是以和服出席 在1942年之前 台湾的礼服呈现出多元的文化现象 随着新人的喜好 可以像邓南光的胞弟 邓腾骏先生一样的北谱婚礼 选择燕尾服与硬顶原貌 以及白色婚纱 在经过考证上色之后 赫然发现当天朱用来的礼车里面 悬挂着进驻满洲国建立十周年的国旗 或者您也可以像李果真所拍摄的大稻城新娘 选择从1930年代风靡全台湾的长衫 等纱来作为结婚礼服 在考证上色之后 可以发现新娘的这件礼服原来不只只有一层 外面的那一层纱有着提花的刺绣 还有还有 这位新娘的腰也实在是太细了吧 1930年代后期 新人还流行神前结婚 就是到神社去举行婚礼 新娘穿着被称为黑流袖的正式和服 但是这位新娘到底她是日本内地 或者是台湾本岛人都有可能哦 同时也不限定在神社结婚就要穿和服 影像中的新娘就是穿着西式白纱礼服 到台湾神社接受神官的祝福 像这样的例子其实还很多 您也不妨翻翻家中的撈照片 或许会有意外的新发现 1938年全日本开始实施国家总动员法 暂时体制也在1942年开始深深影响台湾 新人的礼服随着战火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男性的正式礼服变成影像当中的国民服 分成右边的蚁饰与左边的甲饰 西式的礼帽呢 也改成日本传统的乌帽子形式 在正式场合则在右胸佩戴礼仪章 这是为了暂时的节约生活与行动方便 所制定的一般国民服装 并不是军装哦 大家不要弄错了 于是婚礼中的男性穿着就变成影像当中的样子 战争真的改变了一切 在女性的礼服上面 当然也出现巨大的改变 原本日本农村女性的传统工作服 蒙佩 成为暂时躲避美军空袭 出外劳动 节省布料的标准选择 于是原本美美的婚纱 因为时代的关系 变成影像当中的模样 这一场战争让台湾的结婚礼服 整个倒退了好几十年 今天有图有真相的佐隆写真馆 为各位介绍日本时代结婚礼服的变迁 如果您也喜欢每隔周三晚上八点 定期更新的有图有真相日本时代历史 非常欢迎您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啰 ではまたね